三星堆遗址祭祀坑新一轮发掘工作自2020年10月启动以来 经验世人的网红文物频频面试,引发广泛关注 但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考古大棚却依然神秘 发掘现场是什么样的?祭祀坑到底长啥样? 文物从出土到展出要经过什么工序? 6月下旬,记者独家探访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大棚 揭开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现场的神秘面纱 一走进考古大棚,映入眼帘的便是已经结束发掘的二号祭祀坑 及恒温恒湿的考古发掘舱 环室发掘舱周围,除了7号、8号祭祀坑中仍有考古工作者在忙碌 其他的考古发掘舱内已经空无一人 三星堆这次的发掘工作在流程上和环境设置上是比较特殊的 我们这是第一次采用这种发掘舱,也就是现场实验室的方式来进行发掘 发掘舱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对于现场的温室条件的控制会更好一些 就是对于文物的长期保存会更好一些 在目前仍继续发掘的七、八号祭祀坑的发掘舱内 为避免污染未出土的器物 身着防护服的考古工作者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工作着 我们现场主要大的分组分成三组 一个是发掘组,一个是扫描组,一个是文保组 那么发掘组主要负责现场的所有的文物的清理和提取工作 扫描组负责这个现场数字化的部分 主要是作为三维扫描和激光建模 我们的文保组主的话是配合这个发掘组在现场 对于一些脆弱文物进行临时性的加固 或者是对于一些重型器物 我们有一些大型器物提取的时候 提供这个提取方案的一种协助工作 据悉,目前八号坑已经出土了400根象牙 发现了近70件青铜人头 因为发现了多件大型相对完整且前所未见的青铜重器 如青铜神坛、顶尊蛇身铜人像等国宝级文物 因此八号坑也被网友称为聚宝盆 我们现在八号坑已经进入了应该是最后一个大型器物层的阶段 在这个器物层之上我们已经发掘了甜土层、灰烬层以及象牙层 然后在象牙层之下就是密集的大型青铜器 然后我们现在这层大型青铜器也已经提取了一部分了 现在还剩下一部分 我们现在的工作主要就是对这些这一层的青铜器 然后我们为了工作方面我们是分小层来进行一个提取和记录的一个工作 针对已出土的文物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红林表示 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结束发掘后 考古专家就有过祭祀坑出土文物或可跨坑拼对的猜想 随着八号祭祀坑新出土的顶尊蛇身铜人像 与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鸟角人像残布拼对成功后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也有了新的思路 我们从一开始就觉得这些坑的文物能够互相拼对 那接下来我们的整理工作肯定也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事实上我们现在还没有对这些文物进行跨坑拼对 因为文物多数还没有进行清理保护这么一些工序 所以等到这样的工作做完之后 我们才会对这些文物进行拼对 然后林介绍 如今三星堆遗址的野外发掘已接近尾声 但三星堆的考古研究工作还远没有结束 下一步工作主要应该是转入室内 包括这些出土文物的清理保护和修复 这个是很大的工作量 因为毕竟出土文物有一万多件 那说不定七号坑八号坑再提取完 可能就奔两万去了 所以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 第二个就是这一些出土文物 以及这六个新发展坑乃至整个祭祀区 通过这种考古勘探和发掘获取了大量的资料信息 那需要我们及时进行整理 然后编写考古发掘报告 三一堆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 这个可能要花几代人甚至无数代考古工作者 不断努力 不断坚持奋斗的尝试或努力吧 才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好 三一堆的重大考古发现永远是未完待续 不断努力 咖啡 不断努力 我们关注 一会儿 一会儿